在一二年憑著淘姐 一舉奪得威尼斯影后寶座的葉德嫻丁尼姐 在樂藤上都一樣舉足輕重 雖然不算大紅大紫 但她在樂迷的心目中 是真正實力派歌手 葉德嫻有一首代表作明星 好多人以為這首是她原創作品 其實這首是翻唱歌 黃占作曲原唱者是張瑪麗 她是繼陳麗絲之後第二位翻唱歌手 但成績超過前人 黃占曾贊文形容葉德嫻 將個重新注滿感情 而且用非常自由的方法演繹 名聲因而重生 八百年初 Danny姐不滿香港的唱片制度 好似製作隨便做太多無關音樂的工作 決定轉型專心做演員 不過羅大佑的滾實唱片 在90年曾經找過她試唱赤子 還將這首歌收錄在皇后大道東的大碟裏面 但葉德嫻多次公開說 唱赤子是被羅大佑欺騙的 她根本未滿意試唱版本 甚至不知道會收錄出唱片 而羅大佑其實多次公開向葉德嫻道歉 不過葉德嫻就是這麼有個性 並沒有打算不繼續生氣羅大佑 她說很開心首歌大受歡迎 但就堅持要生氣羅大佑 也希望自己可以生氣 要警惕自己是個教訓 不想再被人騙 葉德嫻轉型演員之後 已經不再出新歌了 但她featuring許智安的歌 教我如何不愛她 美中不足都大受歡迎 令當時的許智安事業再次起飛 歌藝出眾之外 葉德嫻的演技一樣是實力態 和劉德華合作的電視劇聶英 這對母子深入民心 後來還合作發愛情一片的劉慧蘭角色 為她帶來金馬獎 和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女配角獎項 一二年她憑著許智安華執導的陶姐 演出工人陶姐一角 還數多個大獎 在威尼斯影展中 奪得最佳女演員獎楊威海外 你爆料我課金 爆上五百爆片一千 爆料內容一經獨家採用 單日總點擊成為全星期最高 再獎一萬 全月最高再多三萬 你爆料我課金有料爆 立刻傳來一週刊爆料熱線 95572778 一仔幫你踢爆